對於這個世界 你到底了解有多少呢 歡迎收看不可思議的世界 先為大家接受今天 不可思議的特別來賓 今天白裡透桃紅的 影劇記者劉婉婉婉姐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還有我們歌仔界的小蛋 保持著年輕漂亮的 喜仙姬 仙姬姐 妳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一次來參加這個節目 對 好喜歡秘密唱歌仔戲 等一下節目中 不用我們表演一段 沒問題 還有風水教科書的 風水秘密老師謝遠景 謝老師 你們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風水秘密老師 戴華裔 戴老師 女生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要跟大家 討論什麼不可思議的主題呢 先看我們今天主題VCR 打開門神守護的廟宇大門 可以感受到神桌上方的 螢幕和廟裡的氣氛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原來是用幻燈機投影的電影劇情 沒錯 這裡就是 絕無僅有的廟宇電影院 這些大人小孩 就是電影院的座上邊 這座原本供奉三王宮的寺廟 經過了居民的巧思 成了最特別的視聽空間 我們看到其實 剛剛那個螢幕這樣子放下來的 那種感覺就很特別 廟宇電影院雖然光鮮陰暗 但是就算是在播放驚悚的恐怖片 小朋友也是老行宰宰 這邊看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不會 如果看鬼片呢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有生命保佑 因為怎樣 有生命保佑 原本屬於老一輩民眾信仰的空間 保存了75年之後 重新注入了生命令 宜蘭縣大二節社區的居民巧思 讓傳統的空間發光發亮 現在很多人的休閒娛樂 就是去看一場電影 但是有很多人都講說 電影院裡面呢 是基因之地 所以有一些戲院 尤其是以前出過人命或火災的 都特別的陰森 到底它有一些什麼靈異傳說呢 尤其是台北有一家知名的戲院 新生戲院 對 非常知名 揮手二十八人戲院 對 我是來不及參與 因為我很年輕 可是重點其實這一家台北 也就是在這個西區的這個新生戲院 其實非常非常的著名 那為什麼著名呢 其實聽起來其實慘絕人寰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當初呢 其實它那棟大樓 其實樓上是個舞廳嘛 所以其實除了戲院以外還有舞廳 所以那時候大火發生的時候 有很多的五小姐她開始逃生 那當然也有一些五小姐 她是在看電影的狀態 所以其實當初 大概有二十八個人是來不及逃生的 而且老一代的那個什麼建築物 逃生設備都很差 對 很差 那所以那時候就是二十八個人 就活生生被這個悶死 燒死在裡面 那其實那時候的新生戲院 其實它是新舊的新 生活的生 對 可是那時候後來發生了這個事情之後 大家就覺得很毛 當然有一些所謂的命理師 命相師 覺得說新生感覺好像 有一種輪迴的感覺 好像在那裡好像容易出事 你說你要在那邊重生 那居然出眉頭出眉頭不行不行 改變 所以把這個對 戲院反正火燒過了 然後整棟就要改建 改成聲音的聲嘛 對 後來改成聲音的聲 想說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嘛 那可是 並沒有這個 從此 就是說這個火災發生之後 從此靈異這個傳聞不斷 其實有人呢 就是在那邊看電影的時候 看一看 突然就是覺得 怎麼螢光幕前 就是我們看那個幕嘛 幕幕那種 怎麼有人在那邊閃來閃去 很多的黑影 他不是人在那走動那種影子反射 那時候大家都 因為已經是禁止狀態 大家都在看電影 沒有人在走動的 而且一走動 大家一定會引起公分 沒有人敢去走動的 還是那個布幕的後面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還有人 他就說 就聽到看電影看一看 有人說 頭再低一點 他想好 頭再低一點 再低 他想說 是擋到人家 他就真的低 越低越低 然後低到最後一圈 不對啊 他坐在最後一排 只要跟他講 他後面是牆壁這樣喔 對 後面根本沒人坐啊 你來不及參與了 聽到就這麼恐怖 那我們問來得去參與的 你有去過 我有去那看電影 什麼感覺 我去那看電影的時候 人家說 你不要去便宋 你會去便宋 你這什麼更恐怖嗎 對啊 不過我看了一半 尿急什麼 尿急啊 一定要去便宋 要去便宋 因為電影很好看 朋友絕對不會跟你去便宋 你照顧一下去 去到廁所的時候就覺得 因為之前就有聽人家講過 因為跟毛骨熟人 有在鬧鬼這樣子 去便宋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不要看鏡喔 你看鏡的時候 那鏡裡面有一個女子 他會跟你說 我比你更漂亮 就很害怕 你就這樣趕快這樣子 小便小玩了 趕快走了 就馬上衝出去 老師 你也是因為 有這種傳鬼 在那邊的傳說太多了 所以你也曾經去那邊 大膽旅遊 其實除了... 是帶五小姐嗎 沒有... 沒有 他就大膽探險 像我們大膽旅行團這樣 其實在很多這類的戲院 就是發生過火災啊 對啊 包括像桃園有個金三角 也是死了28個人 對... 然後在三重也有一個 所以那個戲院也是燒死很多 可是他們有一個 共同的這個特徵 就是兩個地方 第一個大概就是 坐在那邊看電影的位置 那個地方最常聽到就是說 可能旁邊有跟你講話啦 或怎麼樣 後來你才發現沒有人 那大部分來說為什麼呢 因為戲院它在這個空間裡頭 大部分你知道 因為要看那個影片嘛 怕光線進來 對 所以幾乎光線是長期 都沒有辦法照進去的 所以當然裡面就比較硬 跟隧道一樣就對了 對...第二個是廁所 廁所一般來說的話 通常它放的位置如果不夠好的時候呢 光線也都不容易進去 也不容易通風 那其實包括我們剛才講的那個戲院 還有三重我剛才講的那個 燒死很多的那個戲院 它其實有一個就是共同的特點 就是因為這些人 大部分都火災燒死 所以很多人在廁所裡頭 剛才有提到不能... 逃生躲在廁所 對... 跑不出去了 很多他們都說 在裡面盡量不要去 就不要多看鏡子 或什麼樣 其實有時候常常會看到 被火燒成的那個 就是燒傷的一些人 包括陶淵那個金三角的經營 它也是一樣 因為大火發生的時候呢 其實大概大致上 你會看到光亮的地方會跑 往那方跑 那因為跑的地方呢 其實有兩個地方會有亮燈 一個地方也許是逃生門口 第二個是廁所那個地方有個燈 對... 所以那個時候 陶淵那個也是一樣 很多人這樣 就一直往裡面跑 可是當你跑進去之後 你要再跑出來 跑不出來的時候 就幾乎都是被擠在裡面燒死掉 對... 那那個說鏡子裡面 會冒出女生說 跟那個吳小姐有沒有關係 而且她現在改成KTV 對... 沒有錯 其實剛剛那個仙基姐提到 為什麼你的朋友會告訴你 你不要... 你摧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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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有人 就是有這個觀眾 民眾去看電影的時候 然後... 因為看到一半尿急 然後就到廁所去 就像你講的 她真的在補妝 然後... 然後想說弄弄頭髮幹嘛 然後就看到鏡子裡面 還有一個女的也在弄頭髮 跟她做一樣的動作 對... 可是更可怕在後面 接下來頭拿起來 放下去 繼續梳頭 嚇死了 超愛心 然後... 而且有人是真的 真的就像仙基姐講 就聽到... 就聽到有人看 她在梳妝對不對 然後有人跟她講 妳...妳怎麼就弄了 不要弄了 我必須去摧摧摧摧摧 妳想說我以前 妳做五小姐之後 我裝扮多美啊 對... 然後完了之後有沒有看到 看到那個臉本來是很漂亮 突然一半都爛掉 就是她... 超爽 對... 所以人家就告訴妳 千萬不要去照鏡子 那後來其實經過新生戲院 就是生活的生 然後到新生戲院 聲音的生 真的還是沒辦法維持 因為真的是... 後來有開歌廳耶 後來變... 新生歌廳 所以後來其實新生戲院 經過這幾... 就是幾個輪替之後 大家想說 可能會有一些改變 然後後來呢 甚至就是剛剛妳提到的 變成KTV 而且現在西區 非常有名的KTV 可是重點 厄運還是沒有離去 那種靈異的氣息 還是沒有散去 因為有人在那邊就是 呼朋影辦 在那裡唱歌的時候 人家都說出來 都說得很真實就對了 在那裡唱歌手唱的 沒有按服務鈴啊 有一個服務生才 有人按服務鈴嗎 沒有按服務鈴啊 沒有人按服務鈴喔 然後就走了嘛 服務生就走了 可是這時候 他們那一群人 大概四五個人去唱歌 然後大概半夜十一點多 他覺得很奇怪 其中一個人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個服務生怎麼從便室走出來 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是從外面門敲門這樣 他是從便室走出來 靈異服務生 後來他覺得很奇怪 他已經覺得很奇怪了 後來他回去的時候 一說沒有啊 我們沒有按服務鈴啊 他是後來又從這個包廂裡面 又走回廁所 結果他一講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啊 那不對 是不是誰在割座去 就衝到廁所裡面看 結果半個人都沒有 半個人都沒有 好恐怖 後來才聽說 那邊有個服務生啊 因為感情的壓力 然後再加上工作的壓力 就直接自殺 而且自殺 然後就是掉在那個 有沒有廁所的通風口那邊 通風口 然後這個是 就是說他會來去 就是因為這個魂魄沒有散去 可是也有人 在那一間包廂的時候啊 比方說唱歌手去扁手啊 會覺得有東西滴下來 而且是那種紅紅 就是很像血水的 像血水那樣 對 那全部都是 就是那個陰魂在那邊散不去 所以它是沒有辦法散去的 今天戴老師這告訴我們 為什麼戲院都會有 這麼多的靈異傳說 那像我們大膽旅行團啊 他也曾經去那華國戲院 去拍的時候 後來回來看那個影片 還發現了骷髏頭耶 然後去啊 被鬼上身的 還會都Q的 身體 然後都會聞到那種燒焦的味道 那中南部有沒有這種恐怖的戲院 中南部才多呢 多 對 對 因為以前喔 我在高雄出生的 那我媽媽以前也是演舞台去的 那個時候我很小 我大概四五歲 很久的事情呢 我媽媽告訴我們 這個故事是已經 我們已經長大了 他說以前在高雄的時候 有一個現代 高雄的鎮腳 那現代後面 有一個孤子 那以前的現代後面都有孤子 那孤子 本來都會蓋這個房子 那個時候我媽媽就在那邊演戲嘛 那時候 她沒有水就要去那邊挖井嗎 沒有沒有 那時候因為我姐姐跟我 她帶著我們兩個姐妹 然後呢 姐姐半夜都會起來玩 不過起來玩 那我媽媽覺得很奇怪啊 她跟誰玩 我在睡覺啊 其實她沒有小孩子啊 我們戲院裡面就沒有小孩子啊 那我在睡覺 她姐姐到底跟誰玩 她就一直在 在舞台上在那邊玩 玩一玩呢 她就不見了 對 就走到後面 怎麼辦 走到後面 我媽媽就在那裡看 她說 這孩子在做什麼 她三個半夜不睡 對 因為下午的時間 差不多10點或10點 就玩很晚 對 她看她們都沒睡 很晚 就看她們這個姐姐在那裡 那裡 那如果沒小孩 就搬下去了 就在那裡 就在那裡跟孩子玩 她說 欸 你起來啊 你起來啊 我跟妳玩啊 因為孩子不覺得 那是什麼東西 從小孩裡面這樣畫 她就在那裡畫 她就在那裡畫 有人引她去那邊看 對 那我媽媽就很害怕 我媽媽在圓圓的時候 就說 這一定會空 為什麼我們大姐在那裡 那頭在那裡叫 這樣 就不敢說 直接叫 就衝過去 把她抱起來 就抱回那個 我們睡覺的那個舞台上 那就 跟我們裡面的老闆講 說 我們這孩子現在怎麼這樣 到底是怎樣 但是孩子不願 他比較沒氣 換到什麼 因為他很天真嘛 對 後來這個 這個戲台的老闆就跟我們媽媽 他說 他說 這後面孤子 他跑到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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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死掉的小孩 在跟他玩這樣 對 唉唷 那還好妳媽媽 早就發現了 因為她會知道 旁邊的小孩子 跑到哪裡去 那我姐姐都在戲台上那邊 在玩 那也沒有看到小孩子 就看他生得很開心 生生就跑到後面 所以在戲院本身往生的 還是說在附近往生的 會留在那邊 其實一般來說 因為他那個小朋友來說 比如說 像有的小朋友是自殺 那有的人是 比如說大人 他因為感情上面 不順遂自殺 那因為在民族上面 自殺叫做地副靈 也就是他的靈魂 會一直停留在那個地方 他比較不會離開 那也因為他怨念比較強 所以會一直停留在那個地方 那第二個是因為他可能對 可能我們就講 既然他是在那個地方 知道他以前是做那個工作 他對這個環境他非常熟悉 那他一直會留念 他以前的那個工作環境 所以常常會聽到人家說 比如說 在比如說什麼那個叫做 那個藝工隊或什麼地方有沒有 那以前的 可能會看到以前的學姐 學長 或以前的藝術的表演工作者 在上面繼續彈 彈吉他的還會繼續彈 然後去彈鋼琴那個 琴鍵會自己會動這樣 對... 那滾安姐還有聽過來的意思 我們剛剛講的是台北的 那個新生戲院嘛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位子 地理位置往南移一下 我們到嘉義的慶生戲院 聽說那邊比民雄鬼屋 那鬼還厲害 還好可怕 為什麼這樣 其實他是在嘉義火車站的前面 那那邊以前是那種日軍 在處決犯人 還有二二八期間嗎 這種日軍處決犯人的地方 會發生什麼恐怖的事呢 真的 回行一下 鎮定一下 這是那個裡面的鬼 凶到什麼程度 那個人家都起床 一進那個戲院的門口的時候 那個...其實那個門檻其實不高 你知道嗎 一進去就是... 就跌倒 而且那個骨頭就是摔 就是斷這樣子 沒有一個人能夠很順利的進去處理 我們居然有這麼多恐怖的靈異戲院 最恐怖的是嘉義... 什麼... 慶生戲院 沒有我們剛剛講 上一段是提到台北的新生戲院 對 我們現在把地理位置往南移一點 我們來到嘉義嘛 那這個慶生戲院 你會想說它恐怖在哪邊 其實它在嘉義的那個... 嘉義市的火車站前面 這一塊空地 其實它利器 就是那種淵氣 其實已經累積了很久 因為包括那時候日本在處決犯人 還有二二八事件 很多台籍人士 對 還有美軍第二次世界大 末了轟炸的時候 其實都在那一塊 他不是就幾千幾萬個人嗎 沒有錯 所以那邊非常的陰 所以後來這個慶生戲院 在那邊的時候 其實常常就是 包括他男女廁所 都會發生很多的靈異事件 可是最有名 就包括他的售票人員 還有他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放映師 放映人員 其實都覺得很怪異 為什麼這樣講呢 那一次呢 其實售票人員 其實人喔 散散涼涼 其實也沒有 票沒了 他們都很清楚嘛 可是喔 把票差不多時間了嘛 那一定要 隨著那個時間要撥印嘛 撥印嘛 撥印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售票人員傻了 明明票 譬如說 還沒十多而已 為什麼坐了一百個人 為什麼坐無虛席呢 那這些人才來的 對 就很奇怪 這些人哪裡來 是看霸王票嗎 霸王戲嗎 不知道 問中伯 他這個喔 除外談的真的沒錯 首先呢 這個地方呢 一般人都以為說 戲院應該是陽氣很盛的地方 這麼多人在看電影 大家有沒有想到 電影院都是七八黑的 也有人講他運氣很盛 也有人講說 鬼雄看電影 這段時間 對 郝兄弟也喜歡看戲 對不對 可是呢 他這家戲院呢 就是那個售票員 他印象很深刻 他清清楚楚記得說 他那天 比方說他只賣了五十張 可是為什麼 沒有多久 電影在播的時候 裡面是人生 對 他就去跟經理反應這件事情 好毛喔 比方說經理是 比方說是他 阿姐 我跟你說 裡面人這麼多 問題是我票 明明知道五十張 一開始經理一定認為說 有人偷跑進去 經理就跟他 經理完全不是這樣回答 不是啊 經理說不要多事 當作不知道 當作沒看到 對 結果這個人就想說 難道是經理 故意放冷靜 難道是經理嗎 對不對 他就跟經理下面的那個組長 就想說 怎麼有這種這樣的事情 結果組長就把 故事原為這樣給他聽 他說我告訴你 那些都不是人 那都不是人 那他知道之後 這個人也滿膽小的 就說真的嗎 所以以後他只要遇到 這樣的情況呢 他就也都不會再過問 反正就播他的電影 可是後來來個鐵齒 來個鐵齒 來個新的售票員 結果他就發現 又來了 怎麼又是只賣出四五十張 可是裡面又是人身頂費 他就跟經理反映這件事 經理也是跟他講 不要多事 他心裡想 不要多事 怎麼可能 就抓出來 我一定要去抓 電影開演 拿手電筒就進去 一張一張對 對 感人 因為各位有沒有看過那個賣電影票 現在可能都是去 華浪威秀看電影 都是電腦的對不對 以前是一張紙 上面會明顯的有化位的痕跡 對啊 他就開始對 這個位置 我根本就沒賣 對不對 怎麼會 怎麼有人呢 不是個人 就看到有影子在那邊 在晃 你知道嗎 我一定要把你揪出來 好 一去 很奇怪 我得到的消息是 一去的時候 那個椅子那一排 假設都沒有人的話 他會有一段 一頭的黑影 突然咻就不見了 那一接近那個座位就不見了 就接近那個黑影就不見了 那你如果看到黑影不見 你當時一個反射動作會是什麼 你一定是看一下黑影跑去哪裡 結果他當時就照鏡頭 黑影就不見 他想 溜得還滿快 他看那個黑影就往這樣子 往這樣走 可能是往上面自己排 反正他就是順著他往上的方向 他就進去照 你看 十幾個臉看著他 對 十幾個臉看著他 十幾個臉看著他 而且當時他們講的時候 那個表情 是一副就是 關你什麼事 這種表情 一直是 還怪他 後來他出去他就跟經理講 經理 以後我不會多事了 不過我就做到今天 但是好像在戲院裡面 現在很多人喜歡去 在午夜場的時候去看鬼片 對 沒有錯 那更恐怖 很可怕 而且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所謂的台北跟嘉義對不對 對 其實在台南 如果大家知道 在新營市 它那邊有一個叫 其實如果現在 住在那附近的人去看 那附近 其實有一個 就是停車場 類似停車場的地方 然後雜草很多 那大家會覺得說 停車場的停車場 可是你知道嗎 當地的人 其實到了晚上 通常都不敢一個人經過那邊 因為非常的陰 非常的毛 可是呢 他的前身是什麼 其實大概現在六十歲 對喔 打工都知道 其實他以前前身喔 現在是停車場對不對 以前前身 叫做燕都戲院 而且燕都戲院 是幹什麼的 其實他 牛肉場嗎 No 他是看戲的 看電影的 其實他那個地方喔 其實在早年喔 其實很奇怪 他有一個特色 我們剛剛講說慶生喔 他就是處決犯人的地方 其實我剛剛講的那個地方 台南那裡喔 也是那時候日本人喔 他戰敗著喔 在那邊是幹嘛 集體自殺 所以非常陰 切肚這樣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很多人喔 那個 蓋戲院喔 很奇怪 就是說 永遠就是票一樣 就是票 就是零零散散的 身體有夠壞的壞 但是來的喔 都是這樣 人山人海 但是不是人啊 是鬼啊 所以後來根本 沒有辦法去處理 然後很特別的是喔 一般的宮廟 有當時要繞進喔 一定要走那裡 很多廟喔 繞進去那裡 從什麼 就是說要去除魔 那個神喔 一抬轎一連轎就走進裡面 可是喔 那個 就是那個裡面的鬼喔 兇到什麼程度喔 那連轎的人喔 都起床了喔 一進那個 那個戲院的門口的時候喔 那個 其實那個門檻其實不高 你知道嗎 一進去就是 就跌倒 而且那個骨頭就是摔 就是斷這樣子 沒有一個人能夠 很順利的進去除魔 後來有一個年 終於就是那個 一個連轎很厲害的進去 而且那個神是很大的神啊 跟他玉皇大帝還是什麼 反正就進去了 進去了之後喔 很特別 因為那天進去的時候喔 是那檔機是哪一種喔 類似我們說檔 那個起下的時候 不是會有一些 會耍無寶嗎 法器 對 然後它是一個那個 類似那個鐵鍊 就是說要去 那應該是鐘蕙吧 對 不知道 它就說一個鐵鍊的東西 應該是 它說一個鐵鍊的 斬腰伏模 對 它去抓那個磨的東西 那個鐵鍊拿著是不是垂著 對 進去的時候是垂著嘛 出來的時候 它說你什麼都看不到喔 可是那個鍊子啊 就是直直的 像拆東西 你根本看不到東西 可是那個鍊子在辦公室是 好像拖著一頭牛這樣子啦 對 是鐵鍊你知道嗎 沒有無法 然後拖出來之後啊 然後大家就覺得 怎麼搞的 然後你就看到所有的人 起雞之後啊 那個樣子是很慘烈的 好像在一場磨鬥 真的在打鬥這樣 對 從此之後 那個燕都戲院啊 就慢慢的 這種整個的事情比較沒了 因為拖出來嘛 拖出來之後 拖整腳車都不拖 對 但是重點是說 它的陰氣 我剛剛講日本人 在那邊集體自殺 陰氣太重了 戲院到最後 還是沒有辦法繼續一夜了 沒錯 報告 還有哪些 其實在台北市西門町 有一個叫戲院 這個鬼故事 比較少人家知道 還是很久以前 其實也沒有很久以前啦 我們坐在這邊的人 應該都遇過 以前買票都是有 一個是賣票 一個是站在門口 收票 收票 而且通常都會 而且大概那個裝潢都差不多 一個填 黑色填 上面一個紅色的一個把 在那邊 然後你進去一個一個給票 那這家戲院 也有一個收票員 這個收票員 有什麼奇怪的狀況呢 這個戲院有多恐怖 不是很恐怖 不是奇怪 然後他就一直仔細要看 到底他一直從事 你知道嗎 突然就轉過來了 一個完全那個臉啊 是沒有五官的人 瞪著他 那嚇死了 沒有五官瞪著他 對 完全沒有五官的人瞪著他 那個男的 當場真的是 尿 亂吹 真的嚇死了 對 這個是西門町的一個大戲院 裡面收票員發生什麼事 這個收票員 他那時候在 不是收票員 收票員 對 那他在收票 其實我們知道 收票員的 如果純心要讓你進來 你沒買票的話 其實是沒有人可以知道 沒有人會知道 只要這一場電影 我們以前同學都會教那種 家裡開戲院的 然後就去看媒體 只要你這場戲 票是沒有賣光的 還有位子的 或者就算賣光也沒關係 你進去你可以站在 後面指牌的走道上 蹲在那兒 坐在那兒 大家應該有印象嗎 我以前就常做這樣的事情 那這個呢 收票員呢 這個收票員 是一個女的 那她就是 每次都讓小孩子 年輩進場 為什麼她要這麼做 因為最主要是 她很喜歡小孩子 而且她也覺得那些小孩子很可憐 就住在那附近很可憐 她也是很 一方面也是同情 一方面就是因為 因為她本身這個戲院的 以前的老闆跟我講過說 是因為她以前小孩流過 所以她對小孩呢 就再也不能生 對小孩就特別的好 結果呢 她這樣的一個舉動 後來被發現 被發現之後呢 這個領班就跟她講 你不可以不收票 你如果不收票的話 被發現 形同A公司的錢 所以我必須要把這件事情 跟上面的人講 對 對 那因為她很愛這份工作 而且她也不能沒有這份工作 因為她的薪水也是靠這份工作 才能夠蠻生 所以呢 當天晚上 她就在這家戲的旅程所上交 當天就上交 你可以說她為罪自殺也好 也可以說她想不開也好 也可以說因為她失去這份工作 她不能再跟這些 她已經有感情的小孩子 親近在一起也好 都可以 結果呢 過了一陣子之後 有一天呢 是有一家人去看戲院 去戲院看戲 坐在最後一排 那那個最後一排的門打開 前方就往前看過去 就是女色 然後呢 看到一半 小妹妹大概六七歲而已 她就跟爸爸講說 爸爸我想尿尿 那因為那部戲 看得正高潮 她爸說你去啦 你在那邊你自己去 她就去 那小女孩進到這個廁所之後呢 尿完尿洗手 洗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有人講說 妹妹 你有買票嗎 買 對 然後妹妹心裡想 我剛剛進來的時候 是我一個人啊 而且我進來的時候 廁所也沒看到人啊 所以她就回頭看一看 沒有人 就像電影裡面拍的一樣 她就一間一間打開 一間一間打開 那只有三間而已 打開 都沒有人 都沒有人 還好 我以為你 結果都有人她想說 沒關係 可能也許聽錯還怎麼樣 但她當時念頭是想說 趕快回到我爸爸那邊 趕快回到我爸爸那邊 然後走出去 她要開廁所門 廁所門不能打開 這時候她聽到 妹妹你有買票嗎 你還用 妹妹你有買票嗎 妹妹你有買票嗎 越來越大聲 越來越緊這樣子 然後最後是 你不要害我 你不要害阿姨 你不要害阿姨 她嚇死了 對 就在這個時候呢 後來門可以打開 她趕快衝回去 然後就要跟 爸爸 我剛去廁所 一直有阿姨問我 有沒有買票 有沒有買票 可是沒有人啊 你知道嗎 她爸爸聽到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她爸爸第一個反應是說 什麼我們沒有買票 有買票啊 叫她來查 我們怎麼會沒買票 因為真的有買票吧 對啊 聽得會很氣 票根有在手上這樣 可是小女孩說 心裡想說 爸爸我要跟你表達的 不是這個 我要看電影 你不要吵啦 你沒事想要說 那個是不是林毅阿姨 根本就是嘛 她覺得很可怕 是想說應該一定就是了 結果後來沒多久 繼續看電影 但這小女孩已經看不下去 嚇得臉色的方法 對啊 她又坐在最後一排 就靠近那個門的地方 結果後來沒多久 她看到那個門 自己慢慢的 慢慢的打開 自己看到那個門慢慢的打開 她看到那個 有一個阿姨 不是 她不是看到那個阿姨 是看到有一個阿姨走進來了 因為她在廁所的時候 就沒有看到是誰 她只聽到聲音 她看到一個阿姨走進來 然後她就看 走走走 繞過最後一排 後面就牆壁了 就背面了 就看她繞過來 然後往她爸爸那邊走過去 就往她爸爸那邊走過去 然後結果她一看 那個阿姨手上拿著一條繩子 她看到的是這個繩子是已經 就已經要 不是 要繞過去了 然後這樣 就這個時候 妳猜小女孩說什麼 為什麼 救了她爸爸 小女孩說 阿姨我有買票 結果那阿姨就不見了 阿姨我有買票 那當時他們就是坐在那 最後一排 那這個戲院的老… 那是戲院老闆的兒子 告訴我的 這個故事 那那個人在那邊自殺 她很執著耶 死了以後一直要去查票 有一句話講 我們說 鬼就是那個死人的 對啊 她會延續我們生前 就是斷氣前的那一口 她的意願 她實際的說 因為她沒有去查票 然後自己要死這樣 她就一直在持續那個動作 我覺得 她當初真的是怕到了 怕到了 對 那這樣子 洗手間進去 我們去看電影 洗手間也要怕 然後座位還要挑選 要怎麼選 坐在最後一排 怕牆上有人講話 然後坐在中間 才會遇到有查票的 最主要是 因為那個戲院 你要看她本身 就是有沒有事前 有沒有發生過一些事情 第二個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 她的這個出逃生口的位置 有沒有一些障礙物 像我們知道像 比如說桃園那個戲院對不對 燒死28個人那個戲院 她的戲院其實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每一個要進出的地方 都對著一個非常大的柱子 就正對那個柱子 就是正對那個門 那我們一般都說 進出的門盡量不要對柱子 對 那其實就安全性來說 我今天發生事情 我要趕快跑 你的柱子就被妨礙 我的逃生空 逃生的一個位置 所以那個時候 大家因為那個看不清楚 所以往旁邊一閃 那邊有亮光 就往廁所裡頭去了 所以才會死那麼多人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在譬如說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外在的環境裡頭也是一樣 如果她看到太多的尖角 那麼也要注意 她可能是比較容易 發生一些火災或什麼 可是老師我還聽過人家說 去一些靈異戲院 你做那個比較中前排 後面明明沒有人 還有人給你拔套看 沒有啊 沒有啊 我跟你講還有人是做最邊邊 最邊邊的 然後他不是都有那個自杯架嗎 就放汽水有沒有 自杯架 最邊邊也有一個嘛 然後看電影看看喝汽水 看看再看電影 我剛才喝一口 怎麼汽水已經沒了 對啊 沒有過這樣子 可是我是覺得大家都覺得很嚇很嚇 可是在香港很鬼的一個戲院在哪邊 其實它叫東城戲院 為什麼它 我們剛剛講說 其實戲院會鬧鬼 它一定有它的背景嘛 對 那這家戲院其實呢 它的男女廁啊 最可怕 為什麼說最可怕 它是以前一個叫萬國殯儀館 以前前身是殯儀罐就對了 殯儀罐改戲院喔 而且是專門刺平 平時間那樣 對 然後你就說 然後就 其實就是有人喔 到這個戲院去看戲之後 也是像我們大家都說的 中間有時候要尿尿 那怎麼辦 再怎麼樣也要去啊 那一進去的時候啊 那廁所不是一間一間的啊 就一個男生 他一進去的時候 他發現欸 旁邊有一個人 站著在尿尿啊 然後他就尿 欸那個人 奇怪為什麼站著 他從頭到尾沒聽到尿的聲音 你知道尿尿總會有聲音吧 沒有到睡著 沒有到睡著 那你現在在幹什麼 他就開始好奇 因為這樣很久 因為在他站著 30秒之內 他完全沒有聽到隔壁的任何聲響 然後他就轉頭看 發現他沒有動耶 從頭到尾沒聽到這樣 然後來再仔細看 反正就是看不到他的臉 他就側面然後不動這樣子 然後他就一直仔細要看 到底他在做什麼你知道嗎 突然就轉過來了 一個完全那個臉啊 是沒有五官的人 瞪著他 他嚇死了 沒有五官瞪著他 對 完全沒有五官的人瞪著他 那個男的當場真的是尿 有亂神 有亂神 真的嚇死了 那後來大家也知道說 原來這個男廁所 以前是停屍間 所以你看 那也是那種死氣沉沉的人啊 然後女廁部分啊 有女的觀眾啊 他進去尿尿 我們知道那個 通常這樣坐是沖水馬桶對不對 然後就有人曾經進去 奇怪 等那麼久 其實我們一般在看戲的時候 你會發現啊 如果有人起來去演的時候 你是不是很清楚 其實一個黑影過去很清楚 借過借過為什麼 其實戲院就這麼大 然後那個女生呢 她起來的時候啊 因為她發現都沒有人起來 她那時候起來 她發現很不好意思 她怕擋到後面的人 也怕影響到 坐在她旁邊的人 所以她大概知道說 那一刻啦 只有她自己要去上廁所 可是去很奇怪 門完全都 她覺得怎麼都紅色的 都紅色的 人家怎麼有人 這間也只有 完全都有人 她覺得很奇怪 怎麼有人在變色 她從頭到尾 沒有看人家去上廁所啊 然後這邊等很久 等很久很久很久 從頭到尾都 都沒有人出來 她才等到八毛 因為已經 已經尿急到 已經快軟腳了 你知道嗎 她已經有點恍神的時候啊 她真的那時候打算啊 是不是就蹲在那個洗手台旁邊 就 就方便一下 對 方便就算了 她說 她那 她想說那時候 那個那一幕就好像 真的很像那種霹靂 霹靂鏡頭一樣啊 你就看所有的門突然 啪啦這樣 一致喔 全部一起彈開這樣喔 對 全部變藍的 她嚇到 我跟你講根本就 沒有很多鬼跑出來的東西啊 沒有 她就看到那一幕都要嚇死啊 完全 她直接尿在褲子上了 所以完全沒有 不用去考慮就是說 到底怎麼回 到底要去哪一間 所以後來她還猜說 有這個東淳戲院 它是這麼樣的音樂 因為那邊是停時間 所以台灣跟香港的戲院 都這麼恐怖 那早期還沒有戲院的時候 可能就是像剛剛有講到的 野台戲啊 還有歌戲啊 他們有時候是卸神表演 還有表演給好兄弟的耶 對啊 以前的戲台 有的都是很古早的戲台 對啊 那是說那個團 沒有說經濟很好的時候 他們就沒有那個資金 都可以去做戲台 做戲台 都是比較貴嘛 他們就去做一個槍斃 以前的那個槍斃都很高 然後去做一個槍斃 那槍斃比如說 那裡有一個廟這樣嘛 就做在那裡 搭一個台 做在那裡會發生什麼奇怪的事情 團長要阻止他來不及了 他就看喔 那個團長告訴我說 他就看一大批喔 大概前面的那幾個好兄弟 全部扑上來 對 然後就看他喔 整個人在地上喔 很像無碼分屍那樣 一打下來就被覆滿 然後就這樣一直轉一直轉 我們早期歌仔戲戶野台戲的時候 在空地裡面做表演先集結 你們發生什麼奇怪的事 其實我是都在去台表演比較多 我在外面那種大台 我是比較不輕 但是我們董事 他本身就是在那邊 他自己遇到的這個事情 這個歌仔戲在外面大台 不管是說在戲台裡面 還是外面大台 我們都有很多金器 對 金錢很多 不能說什麼話啦 還不能做什麼事情 旁頭也不能被人家碰的什麼 因為我們的戲聲 我說有叫戲浪 戲浪不能坐 不能隨便去做 還有你不能用到那裡攤 因為戲浪都有這個戲型 對 還有你的戲邊上 那個文武場 文武場喔 那些東西 你也不能去給他 黑白頂檔 台上有一個金器 就是我們在演戲的時候 不管你演哪一個角色 譬如說你是演唐伯符 演秋香或什麼 但是不可以叫你的本名 對 那個包公就是女婦演的 其實他化妝起來 你也不知道他是女婦或女婦 因為他會叫聲嘛 但是剛才在台上演戲的人 就叫她演名 會說她就很亂 亂說亂的 亂要怎麼樣 糟糕了 怎麼辦 他的整個人就好像不對勁這樣 因為他在演戲的時候 譬如說你如果是演真戲 有時候也要有一個金器 就是說你不能行房啊 不能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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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真的假的 要歪歪的 對歪歪的 結果他撿說什麼 結果他撿說的時候 有時候你如果說 像那個時候 你如果沒辦法像鴨子的時候 你就要加金頭 加火 因為那種的東西 就是很怕鮮血 這樣喔 你會加金頭 自己咬這樣喔 你看你 有的人力量太大 那個會咬斷喔 不會 搞金頭啊 沒有 有時候中鞋的時候 你怎麼會 譬如說別人也可以 別人會灰 上次我們有一個人好像去卡到衣衝 然後我們工作人員就放手指頭 讓他咬 對啊 真的 他發現說他那力量 牙齒力道一個不行 他趕快抽出來 然後放打火機 你不能讓他加 對 不是他在捏說 或是說他在喪聲的時候 我們旁邊的人要幫他 幫他的時候 可能他那個上升了 你就加 譬如說我 加金頭 然後稍微有一個動作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中佛根你有採訪過 這樣類似的案例 我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民國28年的時候 那時候 日本等於是 我們在對日抗戰期間 然後大陸那邊也是 等於是 一直都在戰爭中 台灣也被日本人統治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大陸的人 是逃難過來了 逃難來台灣 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畢竟 雖然也是日本統治 但沒有像大陸那麼亂 那時候就是很多人逃難來 那我講這個真實故事就是 有一對夫妻 他們本來就 就是演歌仔戲為生的 就很會唱歌仔戲 是出賣藝這樣 對 那他們後來從大陸 逃難來台灣之後 就在苗栗那邊定居下來 所以他們本來是江蘇外省人 江蘇南通人 但是後來來到苗栗 就變苗栗人了 這是他們的一個背景 那他們那時候來的時候呢 當時他們裡面的那些演員班底 其實都有兩下子的功夫 五彈五身這樣 對 都有兩下子的功夫 結果有一次是 我講這對夫妻這個老公 他本身就是這個歌仔戲團的團長 有一次他跟裡面的一個 你講的一個五彈五身 就經過一個他們客家莊的一個 某處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個日本的警察 正要對一個客家 就是苗栗客家人小女孩 要性侵害就對了 那是應該講強暴 就要強暴他就對了 那結果那個五彈 那個五身 本身就本身有一點兩下子 當時就過去 就賀子他不能這麼做 那日本警察坦白講也聽不懂 這個你在講什麼 你在講什麼 他也聽不懂那日本警察講什麼 也許那警察講說 好 那算了 搞不好 可是聽不懂嘛 結果他就上去 就打那個日本警察 結果當時一打就停不下來 因為一打的時候呢 旁邊有些人經過看到 就叫囂 就好意思 好意思 讚好意思 就出手越來越重這樣 因為大家也恨日本人嘛 而且當時那個日本警察就 他死日本鬼子 就落單嘛 對 他就一打一打 就真的不小心把他打死 那把他打死之後呢 結果那團長跟他講說 你這樣出事了 你這樣鬧出人命來 然後他就跟他講說 你一定要趕快 真的要跑路 要易容 譬如說剃光頭 還是怎麼樣 變個樣子這樣 對 他說等到日本人 退出台灣之後 你才能夠恢復真正的身 不然你現在這樣不行 開始逃亡 對 所以他就決定要逃亡 真的要照那個團長給他的建議 就是替光頭要逃亡 可是問題是 他們當天晚上有一齣戲 有一齣戲要演 是演武松打虎 那齣戲要演 他說那不然團長這樣好 我演完這齣戲 我就開始去逃亡 我也不會連累你 我說好 那晚上他眼淚出戲 那個舞蛋演的是什麼 當然不是老虎 他演武松 要去打老虎 對 當天 那老虎是誰也就是 隨便一個剪場的 還是什麼 就演老虎 臨時演員 他活活的把老虎打死 而且邊打邊講日本話 我必須要講 這為什麼是真實故事 因為那個團長是我爺爺 對 那個打死老虎的那個年輕人 是我爺爺一路從大陸帶著他逃難過來的 把他就形同養子就對了 他等於失手打死兩人 但是後面他變成日本人的樣子 在打那個 不是變成日本人的樣子 是邊打那隻老虎 而且邊講日本話 日本話被附身了吧 對 那本來他只是 本來他只是拿個棍子 就做做樣子 就... 啊... 這樣子 為什麼會弄假成真 一直打 一直打 而且打一打 嘴巴難難有詞 講的是日本話 結果後來又打死人了 完畢之後 完畢之後他才清醒 結果我爺爺問他說 你剛剛怎麼會這樣 到底這樣怎麼回事 我把他打死你知道嗎 雖然他只是一個 跑檢場的 跑龍套 但是你把他打死你知道嗎 你一天打兩條人命 一個打一個是日本人 一個打的是台灣人 結果後來他真的也就... 你現在說的這是復興 我在說的 市場上我們董事這件事 他也是去拍照我的辛苦 他是一個... 他是演一個小生 但是他是舞的 他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待在市場 市場上是有處定 但是看魚的那裡是都沒有處定 沒有處定 對... 因為他們躺在那裡一次 演十天 演十天 那個...在西羅 在塞裡 塞裡一個... 一個地方 他們就是在那裡 要做魚做十天 睡在那裡 每天都睡在那裡 他媽媽帶他跟他妹妹 兩個人去演戲 就睡在台上 一天呢 他就說 那裡都沒有人睡 那位... 知道的人都... 沒有人要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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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位 那兩個人就說 那裡比較高 沒有人睡 沒有人來那裡睡 他妹妹比較沒膽 他就說不要... 我不要睡在外面 我要睡... 睡中那個位 那他本身比較... 比較... 陽剛氣 他就說... 好... 他就怕睡在那裡 他就睡了 我拼到那邊 然後那天他就睡覺 睡覺的時候呢 他就看那個牆壁 因為... 他的腳就是那個壁 嗯... 他就看那個牆壁 是在這樣走... 那個波浪形這樣... 這樣... 牆壁會變化 就是... 好像保鏡這樣走 走... 這樣走... 那是說... 嗯... 可能是... 眼睛灰灰的那樣子 他就... 他就... 他就看一看... 然後他... 第二天... 他也沒講 他想說... 反正大概就是他自己... 看花了這樣子 對... 第二天... 在台上演戲的時候 他演一個舞星 工夫很好 就要跟那個... 那個壁人對打 結果他要跟他對打的時候 他就打到一直弄 一直弄... 沒辦法才會打 一直弄... 然後就... 吐 後來的人都說... 不對勁啊 他今天會怎麼這麼反常 他說... 一定有事情了 然後就跟他媽媽說... 你... 你... 你把他帶下來... 別管 他問看怎麼樣 結果就... 那時候就沒辦法演了 因為他要打的時候就打了 然後就下來 他媽媽就去問 說...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 把那個... 做那個... 所在的人... 問 他說... 我們這裡是有發生... 事情了 以前有命案 好 他說... 也是在便宿那個位 就在廁所那個位置 他睡的旁邊就是廁所那個位置 他隔壁的牆... 對 那因為他... 他是睡在最旁邊啊 他妹妹睡著了 他妹妹就沒有看到啊 他睡的那個位置就是... 靠廁所那個位置 剛剛那個... 仙姬姐講到這些野台物 其實現在人比較看到 可是喔... 在那個台... 在台北... 萬大陸有一個很有名的市場 他大概7點... 他到7、8點開始仇神 然後... 就是搭野台 搬滑魚這樣子 他們裡面一個團長... 就跟我講說... 其實他們很有默契... 有時候的仇神 你在唱喔... 我們有時候開這裡過的 你覺得很奇怪 都沒有觀眾 你看... 其實一般是不會有觀眾在看的 有的人... 可能好奇就是... 阿姨是搭給鬼看的 沒有... 有的人覺得... 阿姨到底搭給鬼看的 一般人不了解嘛 像我們看... 也都沒有人在看 不過他說... 去年啊... 他們就來了一個小蛋 就是很...很年輕 剛才學的那種... 出道... 那所以開始是... 跑那個... 就是這種類似野台 他不懂 那一上去的時候 反正... 大家整個都老了 可是那一天... 其實真的是忘了交代他 大家都覺得說...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嘛 這是規矩嘛 規矩沒有交代 他一直上去... 他就... 然後開始唱... 他覺得... 有什麼... 那種聚集的... 那種速度很快 台腳那些人越來越多... 後來有一個... 他就發現有一男一女... 一人要比較責任... 有時候你們耍槍對不對 那是好心你知道嗎 那個小蛋好心啦 他就講說... 欸... 他就有點比... 他就有點比... 他講說... 因為有時候... 你們有主角... 有別人在比嘛... 比話在唱的時候 他說... 我跟你講... 才這個... 他們團長來不及講話 他們... 很奇怪喔 那換下的人...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比較敏感 其實大家都看得到喔 很奇怪喔 不是說... 只有測定幾個人 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就心照不宣 對 他一講說... 以前... 其實... 團長要阻止他來不及了 他就看喔 那個團長告訴我說 他就看一大批喔 大概前面的那幾個好兄弟 全部... 趴上來 對 然後就看他喔 整個人在地上喔 很像無碼分屍那樣 一打下去就被複馬 然後就這樣 一直轉... 就像那個... 特技跟... 對... 大家不放過他耶 後來是怎麼樣處理 你知道嗎 後來是... 團長喔 馬上喔 馬上就是... 帶著那幾個人喔 用跪的耶 跟他說... 這個... 就是... 我跟他講 如果過... 他說... 如果有人經過看那個霧 會覺得... 這是哪一個橋段 其他都不了解 其實他們是在... 跟好兄弟溝通 他說至少那個前後 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 才能去好兄弟慢慢的... 好兄弟 好兄弟 好兄弟